癌症是国人十大死因之首 但有病患没办法手术 治疗是相对困难 台北荣总就成立台湾第一座的重粒子治疗中心 因为重粒子的特色就是比较不会伤害正常器官 但是费用不低一个疗程约55万元 依据最快2019就会营运 癌症的病人躺在治疗床上缓缓移动到仪器的中央 正确认肿瘤的位置进行放射线治疗 向日本取经台北荣总花了42亿元 要打造全台第一座重粒子的癌症治疗中心 它的能量分布的话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聚焦在肿瘤 让它肿瘤附近的正常组织的话 它的剂量非常的低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比起直子治疗 它抑制肿瘤的能力高达三倍 而且重粒子的治疗 较不会伤害肿瘤以外的正常器官组织 几乎没有副作用 生活品质比较好 但费用可不低 平均做12次的治疗大约55万元 对于说某些对辐射线治疗 比较抗性的 比方说黑色素瘤 脊索瘤 重粒子治疗还算是一个局部治疗 所以当如果肿瘤 如果全身是弥漫性转移的时候 其他的效益就不是那么的好 医师建议 没有办法手术治疗 相对困难的癌症患者 可以考虑重粒子治疗 不过最快要2019年 才能够营运造福病患 UDNTV李文浩张一华台北报道 MING PAO TORONTO